楚汉战争前期,刘邦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向于优势地位。 但是刘邦烈势地位随着几个关键人物的出现彻底扭转了。 那么在相对不利的情况下,是谁帮助了刘邦?他们都为刘邦做了什么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十一集 敖战行仰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他出道以来几乎是百战百胜,因此谁遇上项羽那就倒霉了。 事实也是如此,当韩信在黄河以北打得顺风顺水时,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得大败。 经过彭城大败之后的刘邦只得退守在河南行仰,他建立起一个防线来阻止向人的进攻。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刘邦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那么在被动挨打的这段时间之内,刘邦经历过哪些磨难? 他将如何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十一节,熬战行仰。 刘邦是汉二年的四月进入彭城,遭到惨败。 汉二年的五月退到行仰。 退到行仰以后,刘邦就组织起防线来了。 这个时候,他多亏他手下有一个谋士,这个人叫李一基。 我们多次提到过这个人。 李一基给刘邦帮了很大的一个忙。 李一基帮助了刘邦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的问题。 李一基是个非常重视军粮的一个谋略家。 所以李一基就告诉他,说行仰这个地方, 有一个大粮仓。 这个粮仓是秦朝的时候建起来的。 叫敖仓,就在黄河边上。 他说你应当据敖仓之素,守成高之险。 你才能够阻击项羽。 所以刘邦就听从了李一基的话,就专门修了一个通道,运粮食。 这个通道叫永道。 什么叫永道呢? 就修一条路。 这个路的两边用砖弃起来墙。 中间是路,两边是墙。 中间这样来运粮食的时候,就不容易受到储君的攻击了。 这条道在史书中间有一个砖有的名称,叫永道。 刘邦修了个永道来运送粮食。 这样就保证了他的军粮。 有了军粮,刘邦在行阳就算勉强支撑下来了。 但这个事不能时间长。 时间一长,项羽就看出门道来了。 项羽看出刘邦能够在这儿坚持。 关键是有这么一个两边有墙的永道。 断了永道,就能够置刘邦于四敌。 所以,从汉二年的五月,刘邦开始修永道, 一直到汉三年的十月。 因为当时是以十月为岁首。 十月就是汉三年的第一个月。 到了十月份,项羽看出门道来了。 就抽掉他的精兵,把他的永道给破了。 把他给断了。 永道一断,粮食就断了。 粮食一断,刘邦就守不住了。 刘邦这时经受的第一个魔难,就是永道被踢断。 因为给他建议去修永道的是离一斤。 所以他又找离一斤商量,该怎么办。 这离一斤又给他提了第二个建议。 离一斤说,他说,当年商汤灭了夏节以后,把夏节灭了。 但是夏朝,夏族的后裔被商汤封为王。 周武王灭伤以后,周武王给殷的后人也封了王。 他说,你现在应当怎么办呢? 你赶快封天下六国的诸侯,就是被秦灭的六国的诸侯,封他们为王。 封了以后,这些人都起来了,结了你的封。 他们各自占据一方,他们都会成为项羽的敌人。 项羽的敌人一多,你的压力不就减少了吗? 这就是离击的方法,离击的办法。 刘邦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赶快让利益基去做六国国军的印。 印做好了,准备就去封。 这个利益基还没有出发,回来了一个人。 有一个人出差回来了,这个人是谁了? 张良,张良出差回来了。 张良一回来,刘邦就看见他了。 刘邦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他手下所有的人,他对别人说话都极不客气。 甚至于是连说带骂。 唯独对张良非常客气。 他称张良历来不叫张良,叫子房。 称张良的字叫子房。 他正在吃饭。 他正在吃饭,看见张良出差回来。 他就说,子房,你过来。 有人给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给你听听,看行不行。 张良就过来。 刘邦就把利益基的计划给张良说了。 张良一听,张良说,你要按这个去办,你全完了。 你称帝的大业全部作废了,不成了。 这一说刘邦大惊失色,就问他为什么不可以。 史记的刘侯释迦中间详细记载了张良对刘邦说的八个不可以。 说了八条不可以。 这八个我们不详细说了。 我们说其中的一条。 这一条是说什么呢? 他说天下很多人现在跟着你打天下。 这些人背井离乡,跟着你打天下。 为了什么? 为的将来就是能够封一块咫尺一地。 你现在好,你把地封给天下六国的后人。 你只要封给他们,这就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你地封完了。 将来没有地封这些跟你打天下的人。 第二,这打天下的人都来自六国。 如果他们自己的国军被封了王,他们各自去侍奉自己的国军,就没人跟着你了。 你这事不就完了吗? 张良这一说,刘邦正在吃饭。 一听张良说了这个话,史书记载是措食图补。 措食就不吃了。 图补是嘴里正在嚼的饭。 不嚼了,一口把饭吐出来。 张口对着立一级,骂了两句。 恕辱几败二公侍。 这话什么意思呢? 你这个臭读书的,差一点坏了你老子的大事。 他对立一级还是很不客气了。 然后,令促销印,赶快把已经筑好的六国国军的印全部销毁。 回路把它销了。 不封了。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张良祖风。 张良阻止刘邦封六国后人。 这件事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说明刘邦是有病乱投医。 刘邦在行阳的地方被乡野打得受不了。 没有粮食吃。 立即给他提了个办法,马上就去执行了。 这叫被打击了。 有病乱投医。 第二,说明刘邦这个时候是在被动挨打最艰难的一个事件。 但是张良广说这个立一级的办法不可以。 那该怎么办呢? 张良提不出来。 刘邦最后没有办法。 没有粮食吃你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刘邦就提出来。 义和。 不打了。 给项羽讲和。 这是楚汉战争中间。 刘邦第一次提出来要和项羽讲和。 结果项羽竟然答应了。 两家的条件是什么呢? 以刘邦为界。 刘邦以西归汉。 刘邦以东归楚。 这个变化很大了。 你想想当年在韩古关里边, 项羽是要把刘邦挤出韩关, 不叫做关中王。 现在连刘邦以西都允许给他了。 这已经是变化非常大的了。 但是, 这个义和没有成。 刘邦答应了。 刘邦他提出来的。 项羽也答应了。 但是有一个人反对。 这个人一票否决。 这个人是谁呢? 范曾。 范曾说, 这正是个机会。 刘邦没有梁最好对付。 你现在要不打他。 那么将来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范曾说了非常重要的两句话。 叫, 今世扶起, 后必毁天。 如果你今天放了他, 你将来一定会毁天。 所以项羽一听, 也不再议和了。 逮住行阳, 猛攻猛打。 这一下子打的, 刘邦受不了了。 刘邦受不了, 李一基的办法不行。 他又想起了当年陈平给他提过一个办法。 陈平给他说, 用反监计。 怎么叫反监计呢? 陈平说, 项羽手下, 真正受项羽重用和信任的人。 一个, 范曾。 这是文的。 武将中间最受信任的叫钟立末。 钟立末这个人记住他。 将来我们讲韩信的时候, 还会提到这个钟立末。 他说, 如果实行反监计, 我们可以让他们君臣关系离间。 所以刘邦在无奈的情况下, 六国诸侯不能封, 那么就用反监计。 就一次性给了陈平四万斤。 四万斤斤, 当时的斤就是铜。 四万斤铜, 这数量也不小。 四万斤铜就是花今天的铜价, 也得几十个亿。 然后叫这些东西, 全部给了陈平。 史书记载, 与平子所为, 不问其出路。 这话就是我这四万斤铜全部给你陈平了。 你怎么用, 那是你的事。 你不用向我来报仗。 换句话说, 你不用拿法票来, 我也不查你的上。 陈平拿着这个钱, 就开始贿赂储君的人, 散布一个消息。 他首先攻击的是钟丽默, 因为钟丽默非常能打。 他说钟丽默立了很多功, 项羽也不赏给他一块地。 所以钟丽默现在想和汉王联手, 联手到一块, 把项羽给灭了, 然后把项羽的地给分了, 然后称王。 这个消息散布得很广, 很快就被项羽知道了。 项羽知道以后果然对钟丽默不再相信了。 这陈平反监记的第一步成功了。 但是你摆平钟丽默不行。 坚持要灭刘邦的不是钟丽默, 是谁? 是范增。 所以这个反监记下一个苗头, 就指向了范增。 陈平用了反监记, 这个离间范增这个计策非常拙劣。 这个计策大意是这样的。 项羽派的使者来了。 来到以后, 陈平复的接待。 陈平一看厨使来了, 先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宴。 然后一见面说, 我以为是范将军的使者, 原来是向王的使者。 彻彻彻, 赶快把一桌好的酒宴全部撤下去。 然后拿上来一桌, 非常糟糕的。 这叫什么呢? 以饿食赐向王使者。 饿食就是最差的猪狗吃的那种饭。 就是把这种饭装过来, 叫向羽的使者吃。 向羽的使者来到这儿, 当然肚子饿了。 先摆上好酒好肉撤了。 然后摆上一个猪狗食让他吃。 他当然非常恼火。 回去把这话全部告诉了向羽。 向羽一听火了。 马上怀疑范增。 范增说什么都不听。 而且逐步夺了范增的权。 范增就知道向羽他不信任。 所以范增很生气。 范增就提出一个要求。 我不干了。 我辞职。 我要回家休息了。 临走的时候, 他跟向羽说了两句话。 他说天下是大帝。 君王自为之。 这个自为之就是好自为之。 然后范增就气呼呼的走了。 范增在回鹏城的路上, 由于过度生气。 背上长了恶疮。 就死在路上。 没有回老同城。 这是刘邦。 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 用了陈平的反监计。 离间了钟丽墨。 离间了范增。 这是第二场。 但是到了汉三年的五月。 虽然反监计赶走了范增。 但是你不能够阻止向羽军队对行阳城的猛攻。 到汉三年的五月, 行阳城已经守不住了。 这个时候, 刘邦手下有个大将叫姬信。 姬信就告诉刘邦, 快逃。 这个城守不住了。 怎么逃呢? 你把你的衣服车马全部给我。 我装扮成你的样子。 开东门。 然后, 你找个机会从西门出来。 刘邦就答应了寄信的要求。 寄信最后是穿上刘邦的衣服, 坐上刘邦的车。 而且在行阳城中, 组织了两千名妇女。 穿着汉军的服装, 开了东门, 出来了。 这个楚军一听说, 刘邦出来了, 从城的四面八方, 都拥挤到东城来。 然后, 寄信就在车上宣布, 城中石进, 汉王降。 城中的粮食没有了, 汉王要投降。 说楚军的士兵高呼万岁, 都集中到东门, 来看刘邦怎么投降。 趁这个机会, 刘邦带了几十个骑兵, 开了西门, 溜出来了。 当然, 寄信装扮刘邦是装布, 瞒不过项羽。 所以带到项羽跟见项羽, 一看就看出来, 是假的。 就问他, 刘邦到哪去了? 寄信说, 已经逃了。 所以项羽一怒之下, 把寄信给烧死了。 寄信救主, 这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鸿门宴。 鸿门宴中间, 刘邦带了四员大将, 最后这四个人是步行跟着他, 其中四个人中间就有寄信。 这是第二次。 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袁生。 所谓叫袁生, 就是姓袁, 但这个人的名字不知道了, 袁生就是袁先生。 当寄信开东门出来, 刘邦不是开西门出来了吗? 他先跑到城岗, 又从城岗跑回到关东, 到了关东以后, 刘邦就组织了军队, 想再出寒谷关, 和项羽决戴。 结果袁生就拦住他了。 袁生说你不能再这样打了。 袁生说你这样打, 打了几年, 你始终很被动。 他说你现在怎么办呢? 不要从东边出寒谷关, 你向南从武关出来, 然后你到达南阳, 只要你到了南阳, 项羽就会从行阳成高追到南阳, 然后你在南阳要高诸成磊, 坚守不战, 你不要打。 这样, 项羽的后勤补给县就要从今天江苏的徐州一直扯到今天河南的南阳, 扯一个很长的补给县, 这个时候再想办法断他的后勤补给县。 等他的后勤不及先断了, 行阳成高也得到休息了, 你再回兵去夺行阳成高。 这个袁生, 这番建议是个战略家的建议, 也是刘邦画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章, 但这个人实际没有记下他的名字, 非常可惜, 刘邦就听了他的话, 从武官出来到南阳, 项羽果然就追到南阳, 项羽追到南阳以后, 彭越在项羽的补给县上闹起来了, 彭越是张良当年向刘邦推荐的, 可以把韩武官以东的土地分给的三个人之一, 这个人他的驻地主要是在梁, 梁国, 具体来说就今天河南的浦阳这一带, 就河南的东北部和山东交界的这一处, 在这个地方, 彭越是在彭城大战之前已经参加了刘邦集团, 当刘邦撤退到行阳的时候, 彭越没有跟撤, 彭越回到了河上, 就今天的浦阳这一带, 这个时候彭越就突然间南下, 在今天商丘, 就古代的虽阳这个地方, 断了项羽的梁道, 这是项羽的梁道第一次被刘邦的军队所断, 项羽断刘邦的雍道, 刘邦就断项羽的梁道, 梁道一断, 项羽没有办法, 就在回兵, 他从南洋撤兵回来打彭越, 然后在行阳那个地方, 他派了一个人才贴着手, 这个人叫中公, 这个中公史初就出现这一次, 而且这个人很不懂军事, 他守这个行阳城稿, 根本守不住, 项羽走, 刘邦一北上, 中公被杀, 行阳就丢了, 所以, 项羽就不得不回兵, 项羽一回兵, 彭越就跑了, 彭越这一套战法就叫什么呢? 叫离近, 我退, 敌退, 我进, 所以彭越是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游击将军, 他这一套打游击的战法, 后来对中国军事史上影响非常大, 项羽一回去, 彭越就跑了, 这个时候项羽又听说, 中公丢了行阳, 所以项羽又回过来打行阳, 你看, 项羽这个时候就被刘邦牵着, 先牵着牵到南阳, 又为彭越牵着回到虽阳, 又从虽阳拐回来再到行阳, 项羽被刘邦调动着来打, 说明刘邦是第一次掌握楚汉战争的主动权, 而为他设计掌握主动权的是员工, 所以刘邦第一次尝到调动项羽的好处, 等项羽一回来, 这个时候中公已经是战死了, 行阳又被项羽围住, 围住以后一顿猛攻, 刘邦又守不住, 刘邦又要逃, 但这次刘邦逃, 给那个寄信救主那逃是不一样了, 这次逃怎么办呢? 他只带了一个人, 就是在彭腾大战之间给他赶车的那个人, 这个人叫夏侯英, 也叫腾公, 是刘邦的太普, 换句话就是今天刘邦的司机, 就专门给刘邦赶车的人, 他给腾公两个人溜出来了, 整个行阳城他全部不管了, 刘邦这次逃出城非常狼狈, 他第一次逃出行阳的是寄信, 替他去死了逃出来了, 这一次他是留了人守着, 他带了一个人两个人逃出来, 这次逃出来非常狼狈, 出来以后两个人渡过黄河, 赶到河南的休武, 在休武住了一段, 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他和腾公两个人骑着马, 直接跑到韩信和张尔的大营, 到那儿就说我是汉王的使者, 两个人就进了大营, 进了大营里边, 韩信和张尔两个人正在睡觉, 还没有起来, 刘邦就趁韩信和张尔正在睡觉, 就到大帐里边, 把他的令箭, 把他的指挥军队的信物, 还有他的官印全夺了, 然后拿着这些东西, 就召集将领们开会, 安排军事调度, 把精锐的军队全部调出来, 跟他回形阳作战, 留下一些老弱, 等他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完了, 韩信给张尔才起床, 他俩一起来才知道刘邦来了, 而且已经夺了兵权, 项领给兵士怎么分, 全部都分完了, 刘邦就给张尔说, 他说, 张尔镇守照地, 韩信, 你带着那些老弱残兵, 你去灭齐, 给他下达了灭齐令, 然后刘邦就带着韩信, 在赵国的精锐军队开拔到黄河边上, 他又想渡过黄河到行阳去给项羽决战, 因为他的军队打光了, 他把人家韩信的军队全调过来了,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阻止了他, 这个人也很了不得, 但是非常可幸运的是, 这个史书记载了这个人的名字叫郑忠, 这个重征是个郎忠, 就是他的随从, 郑忠说, 你现在不能过河打, 你过河打, 打一次败一次, 打一次败一次, 你现在怎么办呢? 他说, 你现在派出来一部分人去帮助彭越, 断项羽的梁道, 等到彭越他们在项羽的梁道上闹腾的越大, 项羽又得从行阳回兵的时候, 你再去行阳, 郑忠是个高人, 他跟那个原生一样, 都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刘邦一听, 马上采纳, 就派了两万人和几百个骑兵去支援彭越, 彭越得到这些兵马的支持以后, 一下子就占了虽阳外皇等十七座城, 虽阳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 外皇就今天河南的民权, 把那个河南南部的十七个县全占了, 项羽的梁道一下又被断了, 项羽不得不从行阳第二次回兵, 所以项羽越大, 仗都打赢了, 但是越打越被动, 这一次回兵的时候, 第一次回兵他派了一个郑忠, 这一次回兵他派谁来守行阳呢? 派了一个大司马, 曹羽, 大司马是很高的官, 曹羽是谁啊? 曹羽是项羽的叔叔, 项羽的恩公, 当年项羽因为在秦氏犯法投到监狱里去了, 项羽就找到曹羽, 曹羽当时是在安徽的宿县, 当时叫齐, 在齐县做一个监狱里的官, 然后让他写了一封信, 给岳羽的医院司马兴写了封信, 这一封信一到, 这官事就了了, 所以项羽就因为这得救了, 所以项羽后来就对一个司马兴, 一个曹羽非常感激, 所以曹羽被任命为大司马, 让他守广武, 这个时候两军是在广武对阵, 项羽对曹羽不太放心, 他临走之前, 他对曹羽再三交代, 他说我这一次去, 十五天一定回来, 你只要给我守十五天, 但这十五天你且记住一条, 不能出战, 你只要不打, 牵制住刘邦不向东, 你就算满成任务, 千万不能出战, 千兵名万主府, 不要让他打, 然后曹羽都答应了, 项羽回兵以后, 刘邦就攻广武, 刘邦攻广武了, 曹羽不出来, 刘邦就让士兵点名道姓的骂曹羽, 当然怎么骂的, 司马迁没有写, 司马迁还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一个作家, 对那些不堪入目的那些字他没有写, 怎么骂的没有写, 但是骂了四五天, 曹羽都受不住了, 受不了了, 可见刘邦一定是想了, 我们不知道的骂人的先招, 骂了曹羽, 曹羽受不了了, 曹羽就擅自违背项羽的将领带兵出来打了, 就渡那个四水, 结果刚刚渡了一半, 刘邦的军队拦腰一阶级, 曹羽打了个大白仗, 所以曹羽这个时候才后悔, 不该出战, 应当听项羽的话了, 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 曹羽就自杀了, 跟随他的司马兴和董毅也自杀了, 整个广武全部丢了, 只有被反奸计, 受到项羽不信任的钟立默, 就他一个人在坚持战斗, 其他的全部溃败, 而这个时候项羽在哪儿呢, 项羽在外皇, 就今天河南的民权, 在那儿打, 外皇很不好打, 打了很多天他打下来, 项羽很生气, 把城破了以后, 项羽就下了个命令, 外皇城内, 15岁以上的男人, 一律集中到城东, 要全部坑杀, 因为外皇好不容易打下来, 项羽非常恼火, 准备坑杀外皇的15岁以上的男性, 这个时候, 有一个小孩去见项羽了, 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见了项羽以后, 一番话说了项羽, 回形改意, 这个小男孩是谁呢? 是外皇县令手下一个门客, 这个门客有一个儿子, 当时只有13岁, 这个小孩见到项羽以后说了一番话, 把项羽说动了, 这小孩怎么讲呢? 这小孩说, 我们这个外皇前一段受到彭越的猛攻, 我们守不住, 没办法, 只好投靠彭越了, 投了彭越, 但是我们心里都盼着项王的, 现在项王来了, 又要把我们全部给坑杀了, 你说这样, 外皇的老百姓怎么活? 你要是把外皇的15岁以上的男人全部坑杀了, 外皇以东一直到彭城, 这十几座县城我敢保证, 没有一个县城愿意投降了, 因为投降都是会被坑杀, 他们会拼死抵抗, 你拿不下来, 反过来, 你要把外皇的老百姓全部放了, 那几座城不战而降, 小孩一说, 项羽一听很有道理, 项羽就听了13岁的外皇县令门客儿子的一番话, 就下令把外皇县15岁以上的男人全放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外皇一东十几座县城, 妄想一下子全部归除了, 当项羽把良道问题解决的时候, 听说广武又丢了, 项羽没有办法, 项羽还在杀回来解决广武的问题, 因为广武毕竟是他和刘邦对峙的地方, 在这个对峙的地方, 怎么能够打败刘邦, 仍然是一个艰巨的阵, 所以项羽在解决了外皇这17座县城的问题以后, 彭越又退了, 所以项羽重新带领他的军队, 杀回到杏阳来, 本来这个汉军已经把大司马曹丘的军队全部打垮了, 只有钟立默人在孤军废战, 但是刘邦的军队一听说项羽的军队来了, 刘邦的军队哗了一声拳跑了, 因为他们打不过项羽, 知道项羽很厉害, 所以刘邦的军队一下子全部跑了个金光, 全部跑掉, 那么项羽的军队重新占据了广武, 就和汉军在广武隔着一个大剑和刘邦对峙, 当项羽和刘邦在广武对峙的这一个阶段, 其实在黄河一北的韩信正在酝酿一场大的战役, 韩信的这场大的战役直接关系到刘向两家在行阳广武的对峙最终的胜败, 那么韩信酝酿的这场大的战役是什么? 他将怎么样决定刘向在行阳主战场的胜负呢? 请看下集,韩信破旗, 谢谢大家。 韩信拿下旗鼓可以说不会吹灰之力, 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人, 韩信与旗鼓的这一仗还不止谁胜谁负,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喊出著名的说客利益基, 那么利益基和旗鼓之间发生了什么? 这与韩信又有什么关系?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十二集, 韩信破旗。